该文献是当时重工业部化工专业研究课题存示的关键记录,其中的手写内容具有重要的无可替代性。 这就是国旗红染料研究与生产相关文献,记载了新中国燃料工业的开创性工作。 从此,五星红旗有了完全国产的专用染料。 国旗红染料的研究与生产,使新中国成立暑期,针对国产染料无法满足国旗不褪色需求的现状,为打破红色染料的中间体及原料全部依赖进口的局面而专门设立的工程项目。 在百废带新生活条件艰苦的情况下,要进行科研与化工生产已是疏为艰难,更何况人员、药品、设备都要想尽一切办法筹集。 在解放初期,沈阳院建立之初只有七个人,为了不断地扩大这个研究规模,尤其从杭州、上海、北京等地召来了一批科研人员来补充和完善我们的科研队伍。 在仪器设备方面,当时的情况确实非常的简陋。 没有需要的设备,科学家们、科研前辈们想尽办法用自己设计、自己开发,制作了相应的仪器设备。 包括用一些旧的自行车袋制作这个搅拌轴,同时呢,也是利用了一些战争用的一些废弃物来成功制作了高压佛用于反应设备。 国旗红燃料的研究与生产过程,展现了广大科研生产工作者,占天斗地,迎难而上的豪情与风貌,尤其是关于燃料研究。 突破性进展的记载,更是我国科研工作者解决卡脖子问题,爱国奉献,求真务实的生动写照。 虽然这个国旗红燃料呢,不是世界首创,但是呢,它体现了一种我们自己独立自主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五星红旗有了我们自己国产的专用染料,国旗红,也彻底打破了我国染料中间体,以及高端染料依赖进口的这样一个局面。 为新中国染料生产,以及化学工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旗红染料研究与生产相关文献,不仅只有象征意义,还有很强的使用意义。 由于生产过程中,每个化学反应都是自成体系的,因此文献中记载的大量中间体合成方法, 可以随时与其他产品工艺对接,节省人力物力。 同时,国旗红染料的顺利投产,验证了相关配置设备的性能。 此外,文献中还记录了人才培养工作开展情况。 国旗红染料研究小组成员,更是成长为后期的科研骨干和行政领导,将国旗红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 可以说,国旗红染料研究与生产相关文献,对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记录了我国化工行业从依靠外源到自力更生的华丽蜕变。